大家不要再哭国歌,这是不理智的行为 可以说选人而不利己 而在座而生,仍是乞国歌的话 不排除会被亚洲足协,情报国际足协,加重刑罚 一次比一次重,要重的可以扣分,法庭赛,闭门作赛 种种的可能性都存在 如果国际足协议计则不适于公开 因为觉得你们的球迷是不自律 是你们的球迷一意再再而生去乞国歌 是触犯了国际足协的条例 对,严格来说是可以闭门作材作为罚则 真正支持香港队的球迷应该会自律 应该会为香港队打气 而不是突兀他们的政治目的 或者是宣示一些情绪 在乞国歌的话会令香港队受罚 因为香港足众都会被罚 都会变成受害者 这一天来支持足球 变成打击了香港的足球发展 将来如果是国歌法落实之后 属于违法的行为的话 会受到处分 会受到法律制裁 这是有可能性的 可能是由執法部门去处理的